國民健康宿自日空一百年開始 便利公費為國東一年以上的路程注射HPV疫苗 但其實不論是我們路 人的醫生感染HPV的紀律得高達80% HPV疫苗在國人的認知上都會認為是 預防女性的子宮頸癌所需要施打的疫苗 其實這個觀念是不太正確的 原因是因為男性也會得到HPV這個病毒的感染 雖然HPV病毒感染異性行為為主 大部分感染後免疫系統會清除病毒 但如果一直都存在 甚至經常感染就要生理 因為會增加固然的方向 在男性身上雖然沒有子宮沒有子宮頸 沒有子宮頸癌 但是在男生身上一樣會得到相對應的癌症 比如說最常見的陰莖癌或陰囊癌 或者是男同性戀者 他們會因為性行為可能有鋼膠 會引起了肝門癌 這些相對於女生的子宮頸癌 事實上是相對的東西 所以HPV不是只有保護女性 男生也需要保護 他先建議住車HPV醫癌 可以優候降價丟命率 如果我們都住車 竟能夠加速HPV性行率的檢照 所以住車HPV醫癌 不是路線的全力 而是全民共同的創地 當然是文教授為蔡宏伯德 這件事